好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無雙 鑑於本人因為快要離開的關 其實我跟師父一樣 我有時限的 我們趕著過大海 先賭錢了 不是 他已經知道了 一會兒開大還是小 大 我想知道的一件事就是 中秋節這麼多寶 對呀 高了個號碼多一點 很可憐 其實還有OK的環形 一億啊 一億啊 我們節目出門的時候是不是已經開了 還未開 星期一 星期二開 之後其實失福也用他的記憶 接二連三就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他買哪些股票 哪些股票 總之他做什麼他都一定賺的 他都是成功的 而在那裡其實失福也很貪玩的 有電話 又投資遊戲 又投資動畫 Gamboy 什麼PS 他版本就拿進去的版權拿去用 證明其實失福第一度人生 其實他都是本部正業的 可能是麻煩的 給女兒玩而已 別這樣 女兒玩PS 你不要玩我 不過不要緊的 也都是累積了這麼多年的錢 之後他成立了一間公司 未來社 未來社 即是人與其名 你可以說是 接著的人生裡 其實就是 故事走向就是 失福面對的挑戰是越來越大的 之後面對外國公司 一個就是 對著一個很傲嬌的老闆 一個是 很明白日本人內心 但是不喜歡日本人的導演 那個電影院的 加人事 加人事 電影事件 GP其實就是華納 其實他在說的就是華納 他在用的那個案件是華納的案件 WD 他不是GP 但是那個外觀是一樣的 對他來說 他累積這麼多年 他憑著他記憶的成功 這個人開始高傲 但是他不自大 他開始有點高傲 你看到他的樣子 他對著很多事情 他都說 其中一句 他講了一句 我不知為什麼近年來 我已經開始說 對著一些需要反抗的人 對他會做出批評 任何的事情 他都會積極去反抗 無論你背後的勢力多大 憑著我18年的記憶 我一定會打炒你 那句是前台詞 而失伏那個案件 就是在這麼多的事件 之前很多細事件裡面 他沒有再看 他累積了一個自信 他覺得這樣的人生 真是人生 真是太美好了 上一輩子吃屎 麻煩 很沒辦法 其實你看到 在這裡 其實失伏面對的 他開始面對一些 其實不是他熟悉的人 他也沒有一些熟悉的記憶 他只是憑著他的 衝勁 他的信念 他也都在 其實你說 教人治這件事件裡面 其實最後那裡 中段裡面 他說了一句 人生其實有很多 不同的抉擇 那些事情 那句話其實幾多 我記得原作裡面 都有類似一句 那些說話 他說如果現在的決定 會令我羞恥 而另一個決定 會令我安全 或者甚至其他事情 我情願選擇現在蒙羞 都不想我日後去後悔 這個就是說 在失伏的人生裡面 他就是本著這個信念 就算這個世界 所有人都不了解我 只要我認為正確的事 其實是很大道理的 只要我認為正確的事 我就會去做 他的劇本在手 他被第一人生的失敗 已經太厲害了 我覺得不同 你可以說 我們第一節講的 青空證卷事件 他真的 完全的劇本 是跟著他走的 因為他真的完全 但去到後面的劇本 其實 失伏也是之後的事件 他都告訴我 其實是越來越多 我是知道過 我是知道一個概況 但是我當中的細節 我究竟要做些什麼決定 還有我應該怎樣做 其實他可能做了某些事情 最後可能會導致 他發展不到那個結果 但是他憑著他自己的信念 就覺得說 這個時候 我應該要去做這件什麼事 其實是有一個概念 就是當他以前沒有能力 沒有辦法去做那些事情 就可能沒有那個決定 去這樣做 但是現在他有這個能力 他都還不做 那他怕什麼 我覺得是這件事 對他來說 其實你看到一次一次 有一次的挑戰 無論家人治那件事件 其實對他來說可能只是 你叫做越來越大的 動畫公司的事件 對他來說可能是一次生意投資 失敗的 對他的公司是沒有影響的 到接著 石油 神代光一的事件 神代光一 那件事件是充分去體現到 神代光一 就要說 原來除了失伏之外 還有一個偷禮的本人 那些資料沒有他用得那麼厲害 其實他講的那件事 是兩個重生者 不同的人生態度 不過我覺得他寫 神代光一那裡寫得太少了 其實真的很少 太少了 但是你說那件事件裏 神代那裡會再說 在神代策劃恐怖襲擊 他知道一件恐怖事件 失伏同事都知道 但失伏在這件事件裏 他被人認為這傢伙是恐怖分子 對失伏來說 這件事 當然他有他的目的就是 他想救回他從前的老婆 神代光一的女朋友 這女生真是不簡單 認識了兩條兒子 兩條兒子都是重生者 可能事件就是因他而起 他就是內幕黑手 他就是突疑點 難道不出奇 但你說這件事件 其實你會看到 然後失伏在這件事件裏 老實說 他是完全沒有抵運的 對他來說 他這次輸了 是真是全包散的 真是會 不單是他申辦年 他公司的員工 都會因此而跨台 整間公司跨台 這件事件 跟以前的事件 有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這件事件 在他第一個人生 是完全不會出現這件事 不是完全不會出現 事件是會出現 但他不會親身經歷過這件事 他是看新聞知這件事 應該就是說 他控制到的事件是很少的 是很少很少很少 當然在這件事件裏 就是靠他在這麼多年來 累積回來的人品和人物 錄了 縮爆了所有人 人情快 你會看到的就是 失伏其實無論 就算他被人被判為恐怖分子 坐牢 其實也看到另一位囚犯 阿思哈的時候 其實他是沒有改變他的政界 他覺得他要堅持下去 因為他覺得 我現在做的事是正確的 他覺得 終歸是會證實到我是正確的 當然他不是什麼都不做 無論是賭旗 谷先生 其實谷先生開始很影響 就是谷前輩 他說你不能這樣做的 公司要破產的 不是 那個是後面的事件 但是 他已經說了好多次 很多事件都說了這句 你一次比一次打 一次比一次 你還要挖下去 你還要挖下去 我覺得其實 你說這套作品裡面 其實就是 可能他太集中 在失伏的角色 其實我覺得 其他角色其實是 之前是有很好的發揮表現機會 即谷前輩對於失伏來說 他真的 沒有谷前輩 可以天天回公司 死做難做 可以天天游浮 天天去不同世界 拯救世界 沒有可能 這個就是一個成功背後的男人 不是成功男人的背後 應該有一個更成功的男人 沒錯 就是在這個事件裡面 其實失伏面對的 其實就是 剛才社會說 一些已經是他 沒有經驗去經歷過 他只是憑著他自己 有一股幹勁 一個信念 就是說 他覺得這樣做得對 當然他感動到的就是 無論是 格蘭治先生在這裡 都有幫他忙 其實最主要令到他最慾 都是格蘭治先生 其實這件事件 很老實而言 沒有為他帶來任何的利益 只是神代去陰拒 在他這件事件裡面 他叫做什麼呢 他多了一個目標 就是世界 很多人都需要幫助 其實他在他人生 當然他都幫了 其實他去到邊的人都要他幫忙 但是他不會坐視不離 在他的性格已經變成 當他發現了這個世界有不公的時候 蒙面超人就會出現 不是 Ironman就會出現 是他盡量 打得夠多少就夠多少 打得前就要錢 不是 首先前提是要遇到他才行 這個固然 其實你看到事件去到 接著已經是 劫基事件都說還有前半是日本 去到後面的事件 是國際性事件 已經是 撤離了 撤離了日本 當然失伏這個世界裡面的地位 以及他的資產 都大幅度提升 這傢伙用錢都用得越來越恐怖 這傢伙用錢是說 So what 總之他那種就是 典型複合的 打電話 拿錢過來 就是這樣 無論是 接著事件 哈斯姆的 哈斯姆就是油田事件 就是 開發油田 我再次印證這傢伙的記憶 真的不簡單 老實說 可能我們 大家看新聞知道 看到新聞 哪裏發現了油田 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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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說 內海 內海的哪裏 我記得名字 但你不會知道 你連座標你也知道 實際是太過分了 一探我 就馬上油田馬上 人家找10年找不到 你一轉 我覺得純粹是把他的記憶 全部打上電腦 他帶上電腦過去才可以 才查到這些資料 那個記憶 其實他是一個超人 應該說 他上一輩人生 他不應該做證券從業員 做Wiki 他應該是做Google 沒有的 Google才是他理想的職業 他死了也沒有Google 我算他 不是他後面 是越來越誇張的 說真的 當然你說 也有很多是他控制不了 其實 開支其實那個故事 其實他跳出了日本 其實已經很多事情都控制不了 他跟著那個其實 都是說 我們照我們之前所說的一些套路 就是說 憑他的 他知道的一些歷史的牽使 就是一些大事件發生的時機點 這個正常一點 即是我們這些大事 我們這些至少人都知道 很難說的 其實正常的一個人 即是中東戰爭 這些大事件 你現在問我中東戰爭 這個時候發生 我也不知道是連份 你知道柏林圍牆倒下 但你不會知道柏林圍牆是死了個小提及手 就是他那個Fans 但是 所以這件事不要緊 就是你看到 跟著那個套路 其實故事也是說 就是 失陪憑著他一些歷史事件的一些 枝節的大事件的發生時間點 他知道某些事件發生 他參與其中 憑著他幹勁 和他金錢的力量 但他真的沒有想過 蝴蝶效應那件事 他這麼肯定 那天一定會發生那件事 你這樣說 蝴蝶效應 他這套東西不會太強調 他不是太強調 他有蝴蝶效應 但蝴蝶效應不會特別大 可能日本國內的 就是日本國內的發生 那麼他蝴蝶效應 會影響到外國的 他有 但會很不接中 而也就是其實 因為其實失附 因為其實之前那些事件 之前很多事件 無論去到柔田事件 其實很多事情 其實是 好像地震 失附是知道哪一天地震的 就是 你別管為什麼他會知道 外國一個小鎮 哪個國家突然之間會地震 他記得日本的地震 很正常 他日本的國家 但外國不知哪個地方的地震 他都知道 他要記得哪一天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不是 什麼時候 他只知道哪一天就可以了 那些日子 可以說 沒有什麼人為因素 地震的話 他就震了 其實你看到 去到柔田事件裡面 很多所謂的天災 很多事件 是很固定的 是很固定的 或者是一些人為事件 也好 失附在之前 是沒有進行任何介入 唯獨去到柏林圍牆事件 失附是由一開始 就已經介入了這件事 其實引致到一件事 就是柏林圍牆 早了半年 就被他推倒了 他改變了歷史之壁 他裡面也會提到 如果是一些先天性因素 或者是他之前沒有干涉過的因素 他會照正常事件發生 如果是人為因素 或者是他之前 已經有牽涉 有蝴蝶效應 會影響 會改變了他 他永遠都說明這個分數 他沒有很表明這個 故事重點不是這個 對他來說 你真的會感覺到 其實失附在改變事件裡面 也看到漫畫裡面 其實沒有很在意去說這件事 就是剛才無論 野人者所說的狐獅效應 或者是有馬所說的 就是一些時間點的問題 其實他真真正正說到這件事 其實失附在裡面也說了一句 在當他身陷險經的時候 他跟馬里亞說的一句話 就說不要緊的 我們忍半年了 忍半年炮人圍牆就會倒下 對他來說 是一個歷史之壁的認知 但是突然之間 在那一刻就是因為 一些因緣際會 脆交培夫幫他忙的情況之下 就令到改變了歷史之壁 柏林圍牆提早了半年 就被他推倒了 是被他推倒了 即是過路化這件事 也看到這件事 其實為什麼會說這件事 在這裏說這件事 其實你看到 推劇情的進度 其實我覺得是寫得不錯 其實你講到 去到這個時點 你要知道歷史是會改變的 但是重新寫 然後去到神代光一的事件 當然我們剛才沒有說 因為會在這裏說 神代光就是作為一個 他也是一個重新者 而他的死因 即失附的死因 就是突然之間 心臟不知做什麼鬼事 就這樣就灌下了 而神代的死因 就是他會死於癌症 不斷生病 你失附疾病 一下子痛而已 人家癌症癌症 幾年就幾年了 真的最慘 我覺得神代很可憐 真的 對神代 神代的目標 其實神代一直的目標 其實就是什麼呢 他沒有失附 因為在這個觀點裡 神代已經不是第一次 神代已經不是第一次 神代這個角色 神代這個角色 在他對白裡 也都 這條角色是不知幾次 癌症癌症 作為一個人 意志這麼堅定 和有精神一點失常 我覺得 你不能夠怪他 失附作為第一次 當然爽歪歪 即是第一次重生 整個世界 劇本我偷看完 人我救了 女我混了 整個世界已經圍著我轉 原來已經圍著了 對 而神代的個案 神代的個案 神代無論怎樣 提前去割了腫瘤細胞 都一定會去復發 在這裏 其實他講了一件事 是否重生者 是不能夠避免到 他自己固定必要 將會迎接的死亡 即是無論你保持自己 你多好都好 你最終都會在那個時間點裡死亡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未必 神代是醫生 如果是 他一直滑走 假設他研發 對他自己的病毒特效藥 今世不行 下世再研發 神代他講過 其實他滑走了很多次 其實他在這件事裡 他玩了很多次 但對他來說 他每一次都不成功 而那種恐怖就是 大哥你下下 最後那幾年這樣搭 然後又要多次 又要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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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搞不定 那個人 不是他的體力不行 他的精神已經崩潰了 其實已經是 如果重新者可以搞 其實可以 你看到 濕浦都沒有出頭了 他不斷有學生 二十幾歲 不關事 如果是一個人 如果他是後天因素 可能他重新之後的時間 發生的事情 去改單 可能他因為心臟病院 先天問題 或者癌症 是他重新之前 已經埋伏了 因素 改不了就可以 不關事 不 這裏其實他帶出 不是帶出 帶出 帶出那件事 其實就是 跟濕浦說 他對濕浦的情感來說 就是 他對這個人 其實某程度 他尊敬濕浦這個人 但其實他也很討厭這個人 因為首先 第一件事 就是 在某一世裡 不知道什麼的因緣 可能是 必然 如果濕浦不是經過第一次循環的話 應該可能是 神代每一次 他女朋友都會被他搶走 這個 老實說 我覺得應該是 如果不是濕浦這一次 他經過這麼大的轉變 所以因爲這樣的話 而他和他老婆是不會 因爲這樣而結婚的話 其實 這個可能都是歷史之路 你問他老婆爲何要和阿濕浦結婚 因為 神代他去了美國 這件事可能是 就算他重新 因為他重新的時間 當然是他重新的時間 又回到美國之後 他會改變的時候就可以 其實你說 那個事件那裡 其實不清楚 這個因為是我們那個時間 神代是要試了很多次 可能有一次又試 試一下去美國 可以不可以 美國去做研究 可以不可以 科技發達些 說不定他可能在幾世前 已經做過這件事 他做過很多次實驗 對神代來說 他絕望 作為一個有多次重新經驗的人 他會感覺到 解決不了 應該說 你想到的方法 你猜我沒試過嗎 那你不行 你想到的東西 我沒試過 你初歌來的 你第一次 我N次 我知道 我們EXP高過你的 這樣 尤其是神代那些 我們在神事點 剛才看到 失附你一下 神代那些 真的是精神搏鬥 所以最後神代選擇的方法 就是他不想自己再死 其實他也是試的 故事也沒有說過 究竟這樣行不行 就是說 他不想自己死在癌症身上 我自己的命 我自己解決了他 基本上就是他選擇自殺 是的 他選擇自殺 他瞭斷他的生命 就是說 但是會不會這樣 是不會再癌症 故事是沒有說到的 亦都是留了私障空間給你 不不不 即是會不會再癌症 其實會不會自殺 是結束了這個癌症的關鍵點 他不知道 對他來說 對他來說 因為他一直肯做這個癌症 就是他覺得 他終有一次 他會戰勝到癌症 我現在這次死 我一定會癌症 如果我不在這次死 我是不是不會癌症 其實他也是試的 其實他也是 很多東西你不知道的東西 什麼都要試 這套東西其實是有留了很多想像空間出來的 我覺得這方面其實是 也是這套位 其實Suffer也是 照他的套路就是 對手越來越強大 由這個商界 去到政界 那沒事的 之前有打國際事件 已經是日本國內 少一點意思 日本國內 我覺得純粹是日本漫畫作者 本身自己了解日本事件很多 有很深的體驗 對 你世界性的東西 你不知道的 你很難去創作一些 很觸動 柏林維莎被推倒了 為什麼要推倒了 這些大事件 知不出奇 他稍微做一下 資料收集 其實他已經寫出來 是的 但是你說 切身一點 可能讓一些 日本的讀者 會更加容易感受到 或者是作者 他本身期望 我覺得也會 這個可能是 即是說 如果有多次的話 你那些政客 跟我修皮 這樣 即是 自己人的法律師 也都是這裏的故事 其實你說 對政界那裏來說 其實也是 本著這個工房 也是這個套類工房 有興趣的 大家看下去 其實都精彩的 其實我覺得有些 可能會不會是 那時他在畫那本漫畫 那時日本社會發生這件事 不如我寫一下 我不是很記得 那個視點 我不知道 不知道會不會有這樣的可能性 純粹是 但是猜度裏面 其實你說最終的 當然是 失附是憑著他的記憶 和憑著他的光景 那必然他是會成功的 這套東西裏面 他沒辦法會失敗 他連下一任 誰做財務省他就知道 大哥 你和他走 而接著 其實你說到最終點 那裏 其實你會見到 這是我自己猜測的結論 在這個時間點上 失附能夠救到的人 是 我看到一個分野在裏面 只有死於非命 不是自然死的人 失附才能夠救到 死於如果是自然的 就好像病死那類型的東西 失附是一個都救不到的 因為看到其實 無論之前有一個也是這樣死 還有就是 到他成為政治大臣之後 他的其中一個大臣的部下 原本他是想讓他不要那麼辛苦 可以避開了死亡Fact 但是最後還是避開不了死亡Fact 都是因為病而病死了 其實我也看到 在這套事件裏面的端例 其實他也會說 我會感覺到 失附救到的人 是死於非命 或者是非天然 但是如果你這樣說 反而想起 其實他自己都是這樣的狀況 他自己是很健康的情況下 40歲 踏政那個時鐘 就心臟病發 軟生的事情就是 他自己都救不到自己 所以其實那一刻 就是當他知道 那個人救不到之後 他思考的一件事就是 其實他自己避不避得過這一劫 所以他才遲任這個日本手上 然後最終就是 玩完最後的人生 他要找醫生 幫他檢查 他要 他做好萬全的準備 看看他自己過不過到這一關 圍書寫完 有這樣過很多 最終對他來說 他在這一段人生裡 他也是在同一個時間點 他也是因為同一個症狀 而死了 完結了他的人生 與他的身體狀況無關 無關 他算好 上一輩子在機場上 被人刺笑的林鄭 這輩子 一個很闊大的老闆 都 角狀來的 看著太陽 直讓想起 嘩 但他不會看到這件事 因為他已經開始了第三段人生 那這件事是 開始了第三段人生 就是 整套東西裡面 其實你這樣說 其實他講很多對白 其實挺勵志的 其實他是說那件事 鼓勵你人生 是應該要積極的 有沒有例子 他剔十 看會不會這麼說 有沒有例子 就看一看漫畫 讀者 我覺得他因為剔十 他這樣說 他如果剔十的話 他不會說這些 而你也看到 其實林鄭最後 其實流了很多遐想出來 林鄭到失伏 開始他第三段人生的時候 時間點是轉了 他是由他入職那一段時間 即是已經在清空證據裡面 剛剛被人一下一下刮過去 刮到整個飛起 可能可以成龍去飛 不是這樣的 然後突然間說 為何我來了這裡 然後他就發覺 他就開始了第三次的 剔十三的人生 但很明顯 剔十三的人生 會越來越短 有馬是想到的 會不會是 他越剔越短 其實他之後 之後思考 思考神代講的對白 就是說 你之後你會感受到 我經歷過的恐怖 神代經歷的恐怖就是 他可以研究癌症的時間 越來越短 而失伏的話就是 他距離他每一次 開始人生的 就是有一次 是更加艱辛的地步 他可能有一次 可能你三十九小時 就說 頂頭又拖 又不知怎樣 我都遇到一年時間 你可能真的無力玩 會有任何事情 但可能這個樣子 對那個人來說 可能真的會崩潰 所以是有趣的 你看到就是那個故事 當然你說 在第三段人生裡面 失附到依然可以說 那句 向著我們光明的未來進發 我真的有個想法 當你距離到第十次的時候 你是不是還可以說到這一句 但你要知道 他前一秒是哭著想跳樓 我想他想的就是 我對於第二段人生這麼光輝的 就什麼都無殺 又要從頭來過 不要緊 我現在有八十幾年的記憶 OK的了 不關事 其實真的不關事 但你失陪完異段 你受命會 所以你說 這套作品裏面 其實就是 很多東西 其實他留在那幅線 你覺得是有 你會想下去 你會想下去 如果這件事這樣發展 不應該說 這個漫畫是要人思考的 其實你要自己想 想一些東西 才會覺得好看 是有趣的 就是你 就這樣看劇情 你什麼都不看 第一次就這樣看劇情 你會覺得很棒 主角經歷這個排除萬難劇 其實我看完之後 第一個感想就是 嘩很誇張 一個本來第一段人生 是一個融融的打工仔 竟然可以影響到世界 我覺得是很誇張 最近幾年很流行的歪歪小說 不過問題是 現在歪歪小說就是歪自己 歪小說就是歪世界 那又不同 我覺得不同 失附又不是完全去 他不是完全去打人臉 他不是說 我有能力 他有能力是救所有人 他也未必救了 他自己也深知 他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 其實是 純粹是他做的決定 而歪歪小說 應該這麼說 你說歪歪的那些 其實是什麼呢 那個人是沒有信念的 純粹是什麼 我是主角 夠啦 我是主角嘛 你站在我面前 你創識而已 而這套作品裡面 主角是有信念的 他有個信念 去怎樣去擊倒他的對手 而莊中他也會經過很多不同的事情 也有得有失 當然他得的比失的多 這套是很正面的漫畫 心靈重播是有take free的 如果take free的版本 他弄個黑暗版出來 我可能會看的 他會 take some黑暗版 可能第三段人生 他選什麼都是錯的 有機會的 不一定是對的 更療到的 可能比第一段人生更療到的 最後他想過 是不是要自殺 不行 我忍到40歲就可以再來過 各位 有賭未為輸 問題是 忍不忍到40歲 可能36歲已經是山窮水盡 只有4歲 最後我會說一下 其實原作裡面 小雪其實是說 主角 他整本書裡面 是循環了很多次的 人生 當然他有一點叫做什麼 外國小雪的橋段就是 他會跟一位重生者 一同去經歷 他們重生的時候 他們就會找回大家 跟這個不同 這個就是 漫畫很單一的 完全是由失伏的視點 去看這件事 就算有神代這位 跟他同樣都是重生者的人 都好 都是只是配角的角色 而且我一配得 是有點浪費的配角 失去了 如果你到時候再看原作的話 你會覺得就是 你會感受多些不同的東西 因為原作那裡說的話 是比較沉重的 就是主角 首先 我提到一件事 就是不算劇透的東西 主角是沒有這麼厲害的 沒有這套裡面 OK 主角是沒有這麼厲害的 OK 就是這套東西的主角 這套東西的主角 這套東西的主角 如果我用回原作來說 是他真的很超響的 但是我覺得 這套東西裡面 也寫到一個 不同的韻味出來 你用這個主題 另外其實你說有些電影 那些 其實關於Hop Day 那類型 他也是用回這個框架 但他表達的主題 也很不同 其實對他來說 他是用生命 take two 這個橋段 但生命take two 之後其實 你去面對什麼 然後就是其他的作家 去再去發揮 其實這個框架裡面 他發揮的空間很大 純粹是他想表達一個什麼 idea出來 其實他可以加很多他自己的思想 每個人的創作上都不同 這個框架的發揮性就很大 可以每段故事都不同 我可以說 在《生命同步》漫畫裡面 失福是一個完全正面的角色 但是你想看如果更加人性化 其實失福 你可能對某些聽眾 或者看這本書的讀者 都會覺得 失福可能有些不著地的感覺 他可能太正面了 這個人可能 太跳絕了 如果再看小說的話 小說的話 小說是人性化一點的 主角 主角是會失落 是會面對很多的問題 他覺得自己是解決不了的 所以其實我建議 這本書 我看一看這本書 圖書館是有得借的 英文版和翻譯的中文版 都有得借的 大家可以嘗試去公共圖書館 純粹是可能看完 你覺得漫畫對這個框架有興趣的時候 我覺得值得 即使你對這個框架 對這套漫畫有沒有興趣 也好 我覺得小說是值得一看的 小說是值得一看的 不是因為他忠不忠思 其實小說裡面說的東西 我覺得是有反思性的 另一種的味道 而你說漫畫的 我覺得純粹是容易入考 而他的題材和故事權力裡面 其實說的東西真的不差 其實也很神奇的 其實這套東西我們沒有談過 說誰會看的 有馬 他有看過的 原來我買了整套的 其實是有馬說想說要看的時候 我才去看 其實那時候我不知道 然後再說錄製生的時候 我說我有整套 那我就問樹齡 為什麼你會有整套 看我不起 有人 想著那些old school漫畫 你不看的 這套東西是有old school漫畫的 其實我個人也很有內涵 這套東西我以前在漫畫店裡看的 下次推介多些好東西給我們的觀眾 那些舊的經典漫畫 當然畫風上 真的很像聖堂教父那類型 不是我純粹覺得 正常的 你明白那個年代的畫風是這樣的 還有一些不斗之拳味道 我覺得 鑊頭闊我知道 我純粹覺得現在的漫畫 那些漫畫的類型 很單一性的時候 應該要推翻舊漫畫出來 讓大家讀者知道 原來有這類型的漫畫 我覺得是 尤其是對一些故事題材有興趣的人 你要看這本的時候 你真的很想一口氣看完十二本 這套漫畫 跟你說一說 十二本的這套漫畫 他的劇情可以 編得好像電視劇 我認識我的 問我自己也可以 記得要還就行了 自己也不會還 算了 我們今集的分享就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